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要有一個動感 還有一聲 這是冷靜 你想像畫面 我們彈到這裡 你看到那些樹 然後整個畫面 這個窗戶打開 音樂樂器很有限 就算彈到這裡 都是這樣 樂譜就更有限 只有五條錢 所以全部我們在看的 我們在做的東西 都是有限 但是出來的東西是沒有限 其實有時候我們想著 有些東西要練很久 回去要練幾天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可能真的在那一下就做到的 因為是你的腦 它控制你的手 所以我經常都鼓勵 一些學生 尤其是小時候的小朋友 不要回去死練 不要想著回去 哎呀 彈五十次就可以了 練多幾次就可以了 其實如果你越練得少 就越好 因為如果你想 我看到有人笑 我多開心 其實不是的 因為你想想有什麼方法 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 你做到就可以了 不是死練 死練一定做到的 你要用力去想 好 OK 你不要一直搬起來 怎麼樣 不要睡 怎麼樣 怎麼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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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沒有意中去摟住她 好嗎 好 你試一下想像一下 抱著 抱著 試試看 行不行?不要彈 好啊 可以啊 你沒試過這樣去抱嗎?沒有了 如果你抱著媽媽你也不會這樣 你彈的時候 所有的藝術都一定有不同的元素 在音樂裡面 比如跳舞 你一定有音樂 但是你在音樂裡面 是一定有形體 舞蹈這件事 然後是一定有drama 很多東西是很gematics的 跟著也一定是有線條 有顏色 所以其實在每一個藝術媒體裡面 這四個元素都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你不可以只是彈在琴上 那琴只不過是一個means to the planet 其實在音樂裡面有很多生命的東西 在生命裡面也有很多音樂 所以你彈的時候 你一定不可以就這樣把這些搬到這裡 即是不只是看到就做 而是那件事已經是內化了 譬如這個breathing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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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需要很多形體 很多想像力去做 就不是就這樣彈 一、二、三 我們試一下先 對 是去那邊的 所以你不要用重拍 而是去那邊的 可以看到這首歌的顏色 在音樂中 可以看到這首歌的顏色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有一點點感覺 不能把黑白的音符放在黑白的琴面上 你要放棄起死回生 要令到他們全都是要有生命 首先你這個人就要有生命 你要感受你自己沒有生命的時候 你做甚麼都沒有人